这个视频我们可以去初始化一个项目 用的是GitINIT这个命令 INIT应该是Initialized的一个简称 想用Git去控制和管理项目的话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初始化的一个动作 下面我们可以先找一个地方去为要做的项目去新建一个目录 我们可以进入到用户的一个桌面上 然后去新建一个目录 用MKDIR这个命令 新建一个叫做MovieTalk 下面我们可以把项目需要的文件都放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然后进入到这个新创建的MovieTalk这个目录里面 在这个目录的下面我们去执行一下GitINIT 去初始化一下 这里提示一个初始化的一个空白的GitRepository 就是这个第二Git这个目录 Git会把它需要或者是生成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有了这个Repository以后 Git就会跟踪这个MovieTalk这个目录里面所有的文件的一个变化 这样就可以去使用Git提供的版本控制的功能了 下面我们可以先进入到这个Git目录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用LS去查看一下这个目录里面的东西 那么你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些文件还有目录 这些东西就是在初始化以后给我们生成的 它们都有不同的功能 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里需要的时候再回来去看一下 通常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去动这个目录里面的东西 除了这个config这个文件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存储项目级别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信息 这个初始化的动作一般就只执行一次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你不想用Git去跟踪这个MovieTalk这个项目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把这个目录下面的点Git这个目录删除掉就行了 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在Unix类型的系统里面 用点开头的文件或者是目录默认会被隐藏起来 那么所以在默认的情况下 你在图形的界面上是看不到这些文件和目录的 在Mac上面我们可以用终端工具 然后使用Open这个命令去打开它 先回到上一季目录 然后用Open.Git 这样会用Finder去打开这个隐藏的目录 Windows用户应该直接可以在图形界面上打开 或者是编辑这些目录和文件